前锋站着不动巅峰屠夫都害怕 傻瓜是教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游泰 这一期的话 给大家带来吃个前锋的教学 那么开局这个点位的话 我们刷了人黄 然后哎呀人黄没有电机 其实这个点位刷三板可能会好一点 就大家巅峰局选点的话 选择三板的话 这样子就是说三板应该是会刷机的 一只墙 一只墙也会有电机 或者梯子墙 这两者的话都是会刷机 那么这把的话面对是一个红蝶 那我们先不管 球图的话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鸟轮修机 然后我们的话就修这种三板定机 那三板这板子一定要盖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立马弹板加速 然后这把的话 这个红蝶将会非常非常难受 那么我们先不管 因为他吃了一刀就他能溜 然后在我们的视野可见范围内 那么我们就不着急跟 他这感觉他快死了 那么可以跟一下 然后就静观其变 一定要不要着急盲目的拉球 最好是稳一点 因为有些屠夫的话 特别是高阶屠夫 他会一直盯着你 就是你知道吧 就像这样子 看到没有 我们刚刚骗他 故意假装往这测 然后实际上往后说 然后这边不着急 看情况 这边也散现了 散现这波的话 很可能球图要BBQ 结果球图没有BBQ 那么瞬间就出一个球 但是这边的话 他正好裁板都做 那也行吧 我们这一波球的话 这样子球图能够进院 这波打空了 那就可以了 那么节奏就回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 球图如果说上二楼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 他想抽一刀 他想 这想摊我一刀 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近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 很多图书都喜欢这样子 不要被他白嫖一刀 白嫖的话就很亏 然后我们这个阵容的话 你只要白嫖到一刀 你就保人就很困难 然后我们就等 我记忆大家最好是稳一点 因为高端局的话 吃一刀真的很亏 就很难受 吃一刀之后 你还得救人 所以说前夫 为什么有的时候压力大 就搭在这 但是你稳一点的话 那么节奏就很好打 然后这边的话 看他倒在这 让我们换个角度 这边盖完板子换个角度 然后他想压迫我 不着急 他牵不上的 他不能牵的 他不敢牵的 这边的话 吃一刀 让他跳个飞轮 还想杀 那没关系 我们找机会 然后这边的话拉球 这边拉球 吓我一跳 这张脸 哎呀妈呀 吓我一跳 给我吓的球 拉不会了 然后他回去之后 我们立马也回去 不要盲目拉球 一定要等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是说距离拉 拉得比较近 他如果说直接牵的话 我们是能够过去 然后我们就盯着他 我就盯着你能把我怎么样 哎 能把我吃掉吗 嗯拿不到啊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发现没有 我们就无伤就 不能叫无伤啊 就是说我们扣离地鞋 来唤起这个队友一个自摸 然后我们这时候赶快摸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时候是给我们前锋 补状态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要去摸好血 我们准备救人 因为这样拖的时间已经够了啊 在这个高端局啊 我们前锋并不需要拖很久 啊面对的也不是这种 柯根什么这种控场型的 他是一个最激流的一个屠夫红蝶 然后这个囚徒也还可以啊 这波6的蛮久的啊 既然能撑到我这个摸好 那么我又来了红蝶 哎呦死得刚刚好 那么好 没关系 我们找机会 嗯嗯嗯 我们就等啊 找角度啊 这红蝶这个时候的话 囚徒没有自摸了 所以这红蝶可能杀出来 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哎 拉到板子后面来 因为这个话有可能 就你要记住啊 尽可能去把这个人和 图夫和这个尸体分散开来 哦 那这红蝶的话斜眼 那么哎呦柴板那不着急啊 我们这时候不着急 一定不着急 这个时候难受的屠夫 就是我们不要离太近 就等他牵啊 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流逝 对于我们人类力量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然后你看看这红蝶 是不是感觉他很傻的吧 他很难受 对的是的没错啊 就是你起到一个 这么一个压迫 他就很难受 然后这 但是这囚徒没有自摸 所以说呃 这边画打尾道 打尾道画 那么赶快把它摸起来啊 球都没有自摸 所以说我们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不要保持太远 然后给他摸起来 摸起来之后就分身开 然后不管他 然后把蝴蝶吃一下 来这个球 这个油猜都过来保人了 打尾道 哦打到给你打呗 那没有关系给你打呗 因为电机已经压好了 无所谓了啊 那么我们赶 那我们就上椅子休息一下 然后球图赶快跑 RUN 球图RUN 然后这红蝶挂完我之后 他又去找球图 为什么 你干嘛对人家球图这么执着 电机都压好了 那感觉不出来吗 你没有那个feel吗 哎呀这红蝶真的很奇怪 那么赶快开机 这球图 这球图发专心破译 那么赶快开 开完之后我们点大门 哦那么这把的话 就保人完了 你看我这把用球才用多少 根本就没有用多少 主要就是一个压迫感的问题 就是他教完技能 他这部话直接传送 这部话跟大家注意一下 说完 说的时候忘记了 就是球图倒地之后 他直接传送 就是我是猜到了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是没有一个自摸的 所以屠夫很可能会去贪 然后他对于屠夫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这么贪 因为如果说 他这边传送过去传大门 那么瞬间把一名 球生真秒了 挂到椅子上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才刚刚好 把这球图摸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小门是没有开的 所以说对于屠夫来讲的话 他又想翻盘 他又只能这么打 他老老实实挂 球图的话 他是赢不了的 更何况 球图的话才是一挂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 我们去点这个小门 然后这个队友还能撑住 那就好说了 那这把的话 还是拿下了 就是说去 最中间会有点 会有点这个曲折 但是 势力还是有的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美丽的面包 这是谁 这是机眼科 不 这只是龙丝而已啦 那哪个就走 这油菜好像打你 揍你一下 好 希望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 谢谢你们 好